入秋了,大家都在喝第一杯奶茶 我在喝第一道亮汤 花生木瓜鸡爪骨头汤 我买了鸡爪,胡萝卜,青木瓜,蜜枣,橙皮,花生,骨头 先泡一下花生,蜜枣和橙皮 骨头和鸡爪放到一起用水泡着 胡萝卜去皮 青木瓜去皮 砂锅加水 因为食材较多,所以加多点水 开中火,放入蜜枣,橙皮 盖好盖子 胡萝卜去头,切大块 木瓜切掉头尾,也切大块 鸡爪的指甲用剪刀剪掉 捞起骨头 鸡爪骨头过水 大火烧开 逼出鸡爪骨头的血水和脏东西 放入花生 滚大约三分钟捞起 接着开水,过一遍冷水 鸡爪骨头冷热处理 保护肉质原有的弹性 打开锅盖,倒入鸡爪骨头 再倒入胡萝卜,调大火 煮开后,调小火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拿起盖子 倒入木瓜,调大火煮开 煮开后,再调小火,再炖一个小时 一传言又过了一个小时 我们看看汤煮得怎么样 一道老火花生木瓜,鸡爪,骨头汤就煮好了 整个厨房都是知道汤的香味 独特的木瓜清香和浓浓的肉香味 鸡爪都煮烂了 满满的浆氧蛋白,绝对美容养颜 清木瓜也煮得刚刚好 入口即化 木瓜也有显著的美容作用 还有丰松的功效 放一小勺盐,真的忍不住了 装一网,试一下 虽然时间是长了点 但是这道汤真的令我很满意 好吃又养颜,满分推荐 忍不住再来一网 我叫李比青,喜欢我请关注我 记得给我点赞哦 致厉害 老大